2019年度老公试卷 前面是选择题 还有判断题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简答题 论述题 作文 这个作文的题目呢是 请以感恩为中心写一篇文章 这是我们原谅一下丁先生 因为他的那个 因为没听清楚题目 三十分钟听成了三分钟 所以他只有三句话 我很感恩每天起床的时候 我还睡在你旁边 这个点我很开心 我还活着 我要珍惜每一天 好一个三分钟吧 好直接了 真的 活着不容易 好有重点 这个是很重点 对 很感人 这个也是感人 对啊 对 这个是很大事 好好的 嗯 对 这个是很强烈的 对啊